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日晚在社交平台Twitter發問 說可能是美軍將新型冠狀病毒帶到中國武漢 認為美國欠中國一個解釋 又要求他要透明和公開數據 包括0號病人何時出現、多少人感染、醫院的名字是甚麼 鐵文又附上影片是早前美國疾病防治中心主任在國會作證時 說美國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幻想新型冠狀病毒 當晚趙立堅就同一個主題連環發文5次 包括中文和英文版本 觸發網民在Twitter熱烈爭論 15個宗有超過15,000人讚好 但亦有不少人質疑如果是美國流出 為何不是全球多個地方同時爆發 又為何是借去年舉行的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散播病毒 而當消息傳到微博 網民就清一色地支持趙立堅 甚至呼籲翻牆支持他 而另一名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就沒有直接評論趙立堅的說法 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國內對病毒源頭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方始終認為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需要聽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 所以同時批評 在討論新型肺炎病毒源頭的時候 有個別的美國高官和國會議員 發表種種不負責任和不實的言論 抹黑和攻擊中國 中方堅決反對 有政治學者分析 在周恩來年代中國定下外交無小事原則 外交官員的一言一行都比較謹慎 現在趙立堅的做法一反傳統 相信不是個人言論那麼簡單 除了將疫情焦點轉移 也可能是和經常在推特發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抗衡 吳強說過去兩年中國外交在貿易戰 台灣和香港問題 以及一帶一路等方面遭遇困難 加上今次疫情打擊 想任無奈的趙立堅有這樣的言論 可能反映對外宣傳策略的轉向 對外部的官員 這個自衛性策略來試圖挽回外交領域的一些不利的局面 来自